今天的实验还是和蛇有关 只不过主角由我换成了一只鸡 事情是这样子的 网上有很多视频讲的是蛇闯进了鸡窝 把鸡咬死或者是吞了 但是有网友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这些家鸡实在是太怂了 如果换成是斗鸡 那结果就会反转 那么斗鸡究竟有多厉害 它真的能干过毒蛇吗 首先我们找了一只斗鸡 光从外形上看 除了腿长点之外 好像也没有一点耗勇斗狠的感觉 为了测试它的战斗力 我们特意去浙江德青的红旗村 村里有一只家养的大公鸡 是十里八乡的鸡王 主人莫大伯说鸡王很有大哥范 这群鸡啊都是他的小弟 不管谁去惊扰他们 鸡王都会拉开架势跟他干 他一开心就飞起来的呀 就像他一飞起来就往你脚上打着 他一爪就这样子 他一飞起来就飞来 他一跳起来就飞来 他一跳起来 那鸡王遇上斗鸡 情况又会如何呢 确实是鸡王先动的手 双爪张开 上不算下跳 回忆上去 鸡王更高充力 鸡王不是浪得虚名 当然面对鸡王的攻势 这只斗鸡也毫不示弱 你来我往 唱得非常激烈 大战了五分钟之后 鸡王首先示弱 躲了 之后双方再碰上 鸡王就没了脾气 任由斗鸡欺负 不敢还手 可以这么理解 鸡王平时再厉害 他毕竟只是个业余选手 一旦面对斗鸡这样的专业选手 吃亏落败也是难免的 当然这也恰恰证明了 斗鸡确实很强 但他能强得过毒蛇吗 今天来到了我们湖州的蛇村 他是否还能保持住自己的威风呢 遇到蛇 他会不会认怂呢 我们马上就来实验 我们找了个玻璃房 让斗鸡单独在里面溜了半个小时 熟悉一下环境 首先出战的是赤链蛇 赤链蛇无毒 攻击性较强 更喜欢在夜间活动 赤链蛇上场后 和斗鸡一直保持距离 相互之间都在观望 谁也不敢招惹对方 最后在外界的挑逗下 赤链蛇首先向斗鸡发起攻击 而之前还战斗力爆表的斗鸡 对赤链蛇只是惊慌的躲闪 丝毫没有反击的驾驶 僵持了十多分钟 工作人员决定换蛇 比起赤链蛇 眼镜蛇的攻击位置更高 攻击范围更大 攻击的欲望也更强烈 我的 这个攻击不敢 这个斗鸡不敢往前走了 我不敢 我完了 咬到了 这应该咬到了 这应该咬到了 尤其是这条眼镜王蛇 似乎咬了斗鸡好几下 但斗鸡有羽毛护体 应该是没咬到肉 所以 还是一直躲闪的斗鸡 安然无恙 又是十多分钟 工作人员说 蛇的体能其实很差 这样频频攻击 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最后上场的是五步蛇 五步蛇的特点是嘴大牙长 刚一上场也是相互躲闪 互不搭理 但当斗鸡要侵犯到五步蛇时 五步蛇就会迅猛地张开大嘴 发起攻击 这次鸡爪尖尖实实地 被五步蛇咬到了 但是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观察 一直到第三天 斗鸡还是健健康康 火蹦乱跳 有点意外的是 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蛇 当斗鸡和它遭遇的时候 都没有发生激烈的打斗 最后观察 蛇会根据现场情况 适度发起攻击 而原本耀武扬威的斗鸡 从头到尾都是拼命地躲闪 攻击技能丝毫没有发挥 蛇场的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情况也好解释 蛇的胆子普遍很小 只要你不侵犯它 一般不会实施攻击 而斗鸡可能因为场地 对象等因素 选择了被动的躲闪